당신의 삶은 안녕하십니까? 내 삶을 들여다보는 시간 이제 시작합니다 당신의 삶을 들여다보는 시간 不管是事业有成的 还是看起来生活安逸的 好像大家都不太满意自己的状态 如果每个人在出发时都能清楚知道 现在走的这条路不适合自己 我相信很多人会放弃这条路 去尝试另外那条未知的路 但当我们在另外一条路上 开始过上了另一种生活 又发现那不是自己喜欢或是想要的 甚至觉得比以前更加糟糕 不知道我们会不会更加后悔 很多人都不容易满足 自己拥有的总是觉得还不够好 自己得到的总是觉得还不够多 自己没有的看见别人拥有了很嫉妒 自己没得到的看见别人得到了很在乎 曾看过这样一句话 人们总是从自己选择的人生 看向自己没有选择的另一种人生 感到羡慕感到后悔 人性的不满足 让很多人无法真正享受他们所选择的幸福 我的上司生在农村 考上大学后在学生会担任主席 在学习上他异常刻骨认真 成绩非常出色 很受学校老师和领导赏识 毕业那年他被推荐留校工作 现在他已经是副教授 在这座省会城市有自己的房子和车子 妻子又是学校附属医院的医生 虽然算不上特别富裕 但这种既光鲜又稳定的生活 还是让很多人羡慕 有时候我就希望能够拥有像他一样的人生 但某天我的上司却告诉我 他很羡慕他那些去了一线城市打拼的同学 他说 如果十几年前我没有留在学校 而是去了北上广深 我会不会比现在更加出色 我是不是不会如此羡慕他们 我没有回答他 因为如果换做是我 可能在同别人进行比较时 也会觉得有些失落和不满足 这种心态应该挺普遍吧 当一个人达到了一个层次 过上了一种生活 自然又会看见并且赞叹另一些人的人生 觉得那样的人生看起来更好或是更有意思 我的一位高中同学 毕业后回到家乡工作 但他却常常跟我抱怨说 基层的工作繁琐复杂 工资也很低 好像一眼就能忘记人生 真后悔当初没有像我这样考研 能够有机会留在高校工作 记得读大学时 我还多次鼓励他和我一起考研 但那时他很坚决 说考研读博不是他的梦想 他想要的人生就是回到家乡 平平淡淡的生活 如今他实现了自己的理想 却隔三差五提不起精神 觉得现在的生活并不是自己真正喜欢的 反而他想拥有我现在的生活 其实他也并不知道 有时候我也羡慕他 如果当初我没有报考医学院 而是和他一样读了文学类专业 我是不是可以少读几年大学 能够留在家乡工作 早已结婚生子 而不是像今天 虽然留在了高校 但在这座大城市里 我也时常感到力不从心 孤独无助 我现在的人生 是自己在某个时刻决定的 那时候我也和许多人一样 分不清路的方向 不知道这样的选择是对是错 全凭着一箱孤勇走了出去 当然值得庆幸的是 当我全身心投入到现在的工作和生活中 并且认真享受生命的过程时 我发现自己竟然能够坚持下来 我开始相信自己可以尽力过好这种人生 并且不再后悔 我常常告诉自己 你不要太羡慕别人 或是太埋怨自己 要学会享受过程 享受你现在的人生 试着只跟自己比较 当你开始学会爱自己 就会珍惜 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而不辜负现在的人生 才是对自己最大的尊重 如果今天的文章带给了你心灵的安慰 希望分享给你最好的朋友 别忘了点赞哦 好了 做个好梦吧 再见哦 我常常告诉自己 你不要太羡慕别人 或是太埋怨自己 要学会享受过程 享受你现在的人生 试着只跟自己比较 我常常告诉自己 你不要太羡慕别人 或是太埋怨自己 要学会享受过程 享受你现在的人生 试着只跟自己比较 我常常告诉自己 你不要太羡慕别人 或是太埋怨自己 要学会享受过程 享受你现在的人生 试着只跟自己比较 感谢观看 刀影片 我常常帮助你 托邻 一点点 你不要太羡慕别人 你不要太羡慕别人 不要太羡慕别人 我常常告诉自己 我做什么 不一样 要帮助你 我常常察 试着 你 새로 我 你 我 把钱